前台北市议员黄玉芬前年3月呢 传出好消息和交往5年的林长佐前幕僚结婚 两人当时呢不断在镜头前秀恩爱是相当甜蜜 不料现在却传出黄玉芬爆出婚外情 丈夫就指控黄玉芬在结婚同一年的年底外遇一名助理 两人有许多的亲密接触 丈夫因此份而提高 在亲友见证下完成结婚登记护许终身 前台北市议员黄玉芬前年3月和林长佐前幕僚结婚 并在同年9月产下一子 外界看来两人感情甜蜜稳定 记者出身又做过幕僚的丈夫理解选战压力 甘愿顾家疼老婆 没想到黄玉芬却爆出婚外情 丈夫指控黄玉芬婚后外遇一名线性助理 两人在社群软体上多次出现亲密对话 包含能被你喜欢真的很幸福 如果可以靠着你睡那就好了 两人甚至跑到金山区温泉旅馆 共处约4小时 而全案在审理时助理表示 她和黄玉芬因价值想法相近 逐渐产生好感 黄玉芬选举失礼时 两人出门散心 她一时心动便拥抱和亲吻她 并未有进一步身体接触 但法官认为助理和黄玉芬的种种言行举止已越界 省着黄玉芬和丈夫都从事政治工作 生活及工作环境高度重叠 婚外情对丈夫影响不小 盼助理需赔偿40万元 全案可上诉 常常是9点多10点回到家 那我自己因为已经 可能参加很多行程 已经累要死 但又还没吃东西 所以她就是常常会像这种时候 可能她就会先在家里煮饭 镜头前夸赞丈夫暖心又暖胃 私底下却和助理爆出婚外情 实际置店求证黄玉芬和她的丈夫 一人无回应 一人不愿多做表态 只不过对比两人当初的甜蜜 如今显得格外讽刺 记者送我们不懂 请不吝点赞 订阅